巴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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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胡等人由于之前的盗墓身体出现了怪异的眼球印记 受到了诅咒 而印记不久将会夺走老胡等人的性命 但破解诅咒的牧尘珠却被作为陪葬品带入了古墓之中 老胡等人为了活命 不得不再一次进入古墓开始一场冒险之旅 但在旅途中却有着诸多危险等着他们 寻找牧尘珠的道路万般艰难 当他们解决掉诸多棘手的问题后 在来到陵墓的门前时 挑战时依旧没有结束 后面有更多的诡异知识接踵而来 那么这诡异的陵王墓到底还有什么诡异知识 他们不得而知只得一往而前 飞行导演13年指导《全民目击》 之后五年的时间里没有出过新的电影 而这部《云南重古》是飞行导演 残疾多年的金庚之作 特效做的一流将为观众呈上诡异的地下世界 此外《云南重古》作为《鬼吹灯》系列 最令人拍案教育局的篇章 作为导演的飞行也是做到了尽力的还原 影片无论是从内容的还原 还是电影所呈现的视觉画面 都是对于原著小说 一次重视的还原与影视语言的再次创新 去展现神秘的《鬼吹灯》世界 众所周知 小说篇章的《云南重古》不仅承袭了以往篇章的神秘鬼怪 而也展现云南的民族地域特色 改编难度可想而知 而飞行导演却没有任用老牌演员来参演 启用新人 着实令人捏了一把冷汗 新人演员的演技是否令人满意 也是这部影片票房的一大决定因素 希望祈求不要覆盖 还小说迷一个愿啊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葫芦娃小剧场的朋友 不要给我们点赞关注评论哦